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在前几天在路上看到的一个 这个圆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律的由大变小 那主要是要讲的是这个交替 你看这个东西它在上面 那这个东西它在下面有没有有一个前后交替的感觉 然后一样我们这个东西用的是建立铺排放置物件 那当然这边有些参数的设定 那我们就重新来讲一下这一个部分 这个很常用 那它还有很多可以变化出来的各种可能性 那你自己去学 比方说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跟它随便加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再来看 画面就会开始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或者交替 看一下 它就可以有很多变化 那就是看看你要怎么来思考跟处理这些东西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一个部分 那 OK 遗嘱 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整个把它 这个是全选 全选 OK 就全部都没有了 我们从零开始来处理这个东西 好 那 首先呢我们拉一个 拉一个方块 这等一下我们要处理的方块 这颜色用它 然后再过来呢 建成 希望你会用建成按这边 好那你也可以看这个建成 这个基本的建成呢 我们要开始往下拉了 这个地方按一下建成 往这边拉 这个叫基础建成 你拉完之后你可以看到 天中仪边框的这个地方 它的预设值是这一种 由黄色到 有黄色到那个 透明 有黄色到透明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很基础 基础的建成颜色就是这样子 好那 给它一个色块 也把建成拉出来 这等一下我们要用 然后呢 画一个圆 按Ctrl 就画一个正圆 正圆 加个黑色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比较容易辨识 就把它加在这个地方 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编辑方式 建立铺牌方式 这我们讲过了 铺牌方式就是可以 让你去计算 然后有很规律的一个状况 这个很好玩 还有很多 你网路上找一下 我也教了不少 那用之前呢 我喜欢按一下重设 因为之前可能设了很多 有的没有的 按了重设 然后我这个类跟蓝 这边走48个 那这边也走48个 你可以40条一下 这当然是我教学的目的 那我们先不管 现在蓝是蓝在这个地方 描绘 什么意思呢 我要描绘 描绘是什么意思呢 先把它打勾 不透明度 我这边是透明度 是100 这个不透明度是0 透明度是0 对 这我刚才有讲过了 我在做建成的时候 就从100到0 反正有个透明度 它会依着你的透明度 来产生变化 所以我不透明度 对不对 就是这个不透明度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大小 就是说 依照它的透明度 来出现大小 我们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 就这么简单 不透明度 然后大小 那你看哦 点它建立 这是最基础的 有没有 这个由大 逐渐变小 对不对 由大逐渐变小 这个透明度 这就是它 你这样设定的效果 不透明度 跟大小 好 那我再移除 那我们今天不止这样 我们还要上下位移 对不对 所以看一下位移 那位移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再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位移是 这一栏 有没有 一下子上 这个又一下子下 对不对 有些上有些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 点它 设定栏 教你怎么思考 蓝对不对 蓝 然后呢 它是上下 上下是什么 Y对不对 Y 然后我跟它-50 因为我们刚好-50 会移到一半 移到正中间 正50是往下 -50是往上 然后我先这样子 就是它第二个会这样子 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 交替 交替什么意思呢 这一个是正50 这个是-50 下面那个是正50 正跟负不断的交替 正跟负不断交替 所以今天要交的这个交替 很有-50 那其他都OK 对不对 建立 各位看到没有 我-50往上 然后下一个呢 是不是就往下了 负的是往上 那变成正的就往下 有一个交替作用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 有一个 往上移的50 这个又往下移 然后又往上移又往下移 它就会形成一个这样交错的顺序 的一个 这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交错的顺序的做法 对不对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交交错顺序的做法 那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 就是基本上就会是这样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基本上就会是 你如果按右键 不是这样 点它 然后随便点一个 编辑 然后方字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 选择原物件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刚开始第一个 我们还没有方字之前的第一个 然后按那个上下左右键把它拉出来 我习惯这样拉出来 这个是方字的嘛 OK 然后这个也可以把它拿开 这个就是 这一张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东西就看看你要怎么选 看看你要选到什么是你要的 假设我们 全部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全部把它选起来 然后就会是路径 转成路径 就不用管了 它本来是方字的东西 现在它就是变成路径 反正就是这么多元 那你就可以把它弄起来 变成一个你可以移动的部分 就是我习惯这样处理它 你也可以学 反正你有一个 这样子变动的一个视觉 那怎么用 就看你要怎么来处理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